你们想要了解 比如说怎么样抓网路资料 网路上面资料 可能你前面 至少要 这边网站 这个网站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之前上课还蛮推荐 同学可以到这个网站去看 不过这个网站 其实还蛮 就是至少你可能需要知道相关的知识 比如说Learn HTML CSS这些 或者是说其他 还有像一些什么程式部分 可能就是JavaScript 去抓一些资料 那手机上面有个什么JQuery Mobile 也许你可以这些 那其他还有像 有关什么呢 SQL PHP 这是伺服器端的相关知识 那这里面都蛮多 不过当然还比 它的难度当然相对还是有点偏难 那不过这个网站有个缺点 就是它是全英文的 那我本来介绍有同学的时候 那同学就光看到英文就觉得有点害怕 那后来就有同学 他不知道怎么看摸索 后来他说 老师这边右上角有一个 类似地球的一个形状 他就可能乱点 点下去之后 他发现这边有个什么 居然可以把它翻译成多国语系 其中有一个中文繁体 他自动还可以帮你把它全部转成全中文 不过翻译的导还可以 就是至少你比如说HTML有哪些编辑器基础元素数 翻译的其实还OK 所以如果你想要了解一下HTML 你又不想要在外面找书的话 你可以在这上面找一下 可能这些东西也许你都需要知道一点点 那你不一定完完全全都那么精通 可是至少一些基本的知识 我想还是有必要 所以这个网站推荐给各位 他的网址是www.w3sql.com 那这边当然它会有一个那个 可以让你选取语系 如果你英文够好 那你不用 不过如果你希望可以看 至少可以比较快一点的去理解的话 这边可以提供各位参考一下 W3sql.com 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把那个 批示将那个工作表转存为工作部 那这里面的话你就需要了解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我怎么样存出去 那存的话特别注意 假设我现在存的话 我先在桌面上先新增一个资料夹 资料夹名称也有叫VBA 好那待会的话我就把 假设我希望在这里面 把所有的13个工作表 变成13个工作部 直接就放这里 那要怎么做 这边你可能要知道几个事情 第一个 你要怎么样转存 那转存以前你可能要怎么做 按右键 什么复制 然后什么 是否要建立副本 然后再来是否按确定 然后这边有个新活页部 对 然后按个确定 然后再另存新档 再放进去 一个做好换下一个 换下一个 换下一个 那实际上 当然我们后面VBA的做法也是类似 只是说我们把它变成一行一行的程式 让它可以自动 那当然有13个 所以你只要跑一个回圈就可以了 那这个回圈怎么怎么跑 首先的话第一个当然我们需要了解 在VBA里面的这个蓄质物件 那蓄质物件里面 比如说呢 我要怎么样让它复制一个工作部 让比如说甲班独立起来 然后呢再怎么样另存到那个 这个资料夹里面 那这里的话呢 我的习惯啊 你们可以从那个 检视里面找到即时运算视窗 那即时运算视窗啊 各位可以看到啊 第一个你可能要了解一下 就是复制啊 复制在续质物件里面有个方法 叫copy 那copy特别重要 如果说呢 你今天copy 后面有个参数 比如说 请你帮我复制这个甲班哦 然后呢 after 冒号等于 在哪里呢 在第一个的后面 那你就怎样 冒号等于 就是参数啦 前面的参数 那移动呢 就是帮我 不是移动 前面刚刚是move嘛 对不对 那现在是copy 意思就是说 我复制一个在第一个的后面 所以如果你enter过 各位请看一下 下方有没有 这边执行完啊 诶 有没有发现 甲班就被复制一个新的 在旁边 OK 那可是问题啊 我们现在应该不是要这样子 这个这个只是说复制一个 新的工作表 可是问特别重要 如果说你今天要转存的话 记得啊 不是用这样的copy 后面的参数可以不要 如果你后面的参数不要的话 会怎么样 请各位注意看 enter 有没有发现 原来的工作部还在 他会另外帮你产生一个什么 产生一个叫 不可二啦 不过那个名称他会一直 一直增加 这个叫工作部 那目前这个工作部的名称 还没有存档 所以你需要怎么样 另存新档 存成什么呢 也许预设格式 存在哪里告诉他 比如说VBA里面 名称叫什么 叫甲班 存起来 换下一个 存起来换下一个 总共13个 这个时候呢 如果说你要把它写成一个连贯的话 怎么做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因为这个我想也不算太难 前面都有写过类似的 主要是这个copy指令 同学比较不熟悉的 那里面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就这一段程式嘛 我把它直接复制好了 那我们直接到这边来看 首先第一个 for I 等于 第 I 等于 2到14 其实这个是从上面这边来 参考过来的 那主要是我直接从甲班这边来参考 因为这个清单刚好里面 就是我们未来要输出 刚好match了 所以我干脆直接拿这个来 来做输出的参考依据 所以呢 2到14 等于是2到14列里面的 跟上面是一样的 抓取什么 抓取那个资料 第一个先把甲班抓过来 甲班先copy一下 诶 有没有这样 copy后面没有东西 表示什么 我会跳出一个新的 新的活跃步 那这个新的活跃步 我在利用那个 特别之后 这个地方会多需要知道 一个叫workbook的 的物件 这个workbook顾名思义 就工作部 如果说呢 你现在 假如 没有这样active 它就是workbook加s 那后面刮虎一样 你可以第一个 第二个 或者是给它一个名称 但是我不知道哪一个 如果说你不知道哪一个 那你干脆最简单的方法 诶 用什么 关键字 叫active workbook就好了 所以顾名思义 前面好像有active sale 有active shoot 没有加s 就是你现在正 邮标放的那个工作簿 后面你配合一个叫 save copy as 当然 我之前有试过 用save as也可以 不过我发现 save copy as 好像比较 比较没有出问题 所以后来本来 你们等一下也可以试试看 如果你把copy拿掉 其实也ok 那save copy as 是把这个 把它另外再copy一个新的 帮我存在哪里呢 存在我的桌面上 不特别重要 这个路径 请各位再确认一下 这个路径 按右键 编辑一下位置 确认一下 因为我这个是在另外一个地方上课 另外一个地方上课 所以路径不一样 请各位把这个路径改一下 改的时候特别注意 请特别注意 你在贴上的时候呢 注意一下 请务必一定要保留 后面这个斜线 因为这个斜线 如果我们扫掉的话 会出大问题 没有 开玩笑 会出问题 为什么 因为这个意思是说 我要放在这个资料夹里面 这叫根目录 如果你没有 它就变成放桌面上 名称叫VBA甲班 ok 所以特别注意 这边一定要多一个这个斜线 然后副档名一定要给它 所以我就把甲班放进来 存一个档案 XLSX 然后呢 再来就是把它close掉 用active wabook 然后呢 force意思是说 不存档 如果true的话就存档 ok 那基本上我就把它关掉 换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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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们等一下 把程式贴上的时候记得 在桌面上 建一个资料夹 然后呢 利用那个什么 这个资料夹 特别是要按右键 编辑位置 或者直接复制也可以 其实我习惯是先确认一下 复制贴过来 后面记得 因为它原来没有这个斜线 要补一下 没有这个斜线 等一下会错 ok 那跑完之后 游标一样放回到甲班 其实跟刚刚移动还蛮像的 只是多了这个 这三行 ok 试一下 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 做完 其实 再来看一下 就是直接执行它了 我习惯上是射中断点 然后直接执行 这时候X里面应该是放甲班 甲班怎么样 copy一下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甲班出现了 然后呢 另存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甲班出现了 有没有 它 被 另存过来了 对不对 那因为它存完了之后呢 它就应该被关闭了 不然如果没有关闭的话 它会变成有13个 多余的工作部在那里 所以记得 一定要把它close掉 close它 不要存档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它就会回来这里了 再来NAS NAS就已搬 已搬 copy 这时候已搬出现了 save as已搬 close 已搬出现了 底下都一样 所以我这边中断点 就把它拿掉 ok 直接让它全部跑完 那你会发现 一直闪闪闪 闪完了 ok了 这样的话呢 全部就存完了 那当然 我的习惯是 可以输出 当然也可以删除 对不对 所以删除 删除你想说 当然你按delete也可以 只是说 你想说老师 那我可不可以 当它输出之后呢 我可不可以再加一个程式 就是干脆直接怎么样 直接就让它帮我删掉这里面的资料 删这里面的这个档案 ok 那其实也很简单 这等一下再来看好了 其实就在底下 删除档案 这个 ok 如果你把这些 复制一下 然后把它贴到底下 其实你就可以删掉 不过路径 记得再改一下 因为这个是旧的 我之前别的地方的路径 所以你只要把路径 变动一下 然后呢 其他都不用改 其实就利用什么 Kear Kear就杀掉它 把它杀掉 ok 试一下 全部跑完 不见了 有没有 所以你可以输出 有没有 然后呢 也可以什么 把它Kear 全部Kear 不见了 ok 当然你记得 那个路径 不要改错了 不要把它改成 C冒号斜线 Windows斜线 System32 斜线 对不对 然后后面改成什么 start 点start 那意思就是 你的那个 那如果你做这件事情 那一台电脑 下次就没无法开机了 ok 所以其实 所以为什么 它聚集一启动的时候 会不让你自动执行 因为如果有人这样写的话 那完蛋了 事情就大条了 每一台一执行 哇 下次全部的电脑 就通通挂掉了 对不对 所以当然会有危险性 请各位试一下 我刚刚主要 改了两个 一个是 批次 那记得你可以先在那个 ctrl加区 这边急事运送 你可以试试看 copy跟那个 后面有那个actor 有什么差异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所以其实 把工作表 转成 工作部 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其实比较困难的是 再把它合并回来 合并回来是比较 比较复杂一点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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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